彰化县园林国中在体育、艺术方面表现优异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完善的学习场域 结合政府及民间支援 新建多元学习中心 六日上午举行工程动土典礼 期望打造校园社区友善学习场所 我们感谢很多帮助园林国中 成就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好朋友 那最主要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级机关 我们的张岳县政府我们的王县长 刚刚有提到我们是对本要开 后来我听到的消息是 我们只要努力一点点就够了 让我压力减少很多 是不是又想先感谢我们的王县长 就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 我们也相信在110年2月完工之后 孩子们在这边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这个效果 有好的场域一定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学习 我想在这边再次的谢谢公司合力 一起努力完成了这个多功能的一个这个活动中心 园林国中多元学习中心新建工程或教育部国教署核定经费 4141万5000元 建筑物造型外观呈现亲切活泼特色 规划有12间教室内涵图书阅览室 资讯济美学教室 家政济手艺教室 健康乐活教室 极多功能展演室等 不仅家会全体师生 也提供社区民众使用 达到支援共享的理念 公益频道赖青龙 圆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